老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MyViewBall的互动 它一样在百宝箱这地方 那我们来看这个 这边呢,这三个工程我来提一下 这个就叫做分享档案 那这个呢,是你可以拍图片哦 从手机平板拍图片拍你的作业传给老师 OK吗?那这里呢,是绘图 你可以在手机平板随便画一个 写一句话写心得 那这个是选择是非 我们就一个个来 不过,你们要先跟我做连线 怎么连线呢? 我们刚刚在前面有跟老师报告过哦 来,点左上角这地方 我先回到这个 这个画表点一下 这个 来,麻烦老师 拿起你的手机QR Code扫一下 我现在是拿手机QR Code扫这里哦 这里 你现在看到右边,这是我的画面 到这里来 第一件事情 你要叫你的学生在你的平板输入什么 至少要输入班级桌号 不然你怎么知道谁教的 这时候我是在平板操作 这是跟学生做互动开始咯 从左上角这Od这边点一下 就出现这个 那每个人名字固定 来,我的名字就叫Big好了 我习惯会叫Dry 点确认 这个是跟买入又做互动的地方 来,老师先看我做一遍哦 现在呢,扫完 那打网址呢 如果是网址 老师看一下网址 如果是在这里,这样点这里也可以 你看见吗 如果是Google Meet的学生 远端在家里,他们有平板啊 他们有手机啊 你就把这网址贴给他也可以 那如果在教室里面 就拿着手机扫一下 来,首先呢 请各位老师交一张照片给我 交一张照片给我 老师看一下,就这个 在你的手机平板哦 点这里 点这里先 从你的 假设它拍完作业要交给你,对不对 那再点上传就可以传给我的 来,我来示范一下 老师看一下,我现在是在手机操作 在我的手机我点一下 点上传 上传的时候呢 我就从我的电脑先去 可以马上拍 那我就做两次好了 从我的电脑选一张 哦,就给你看到我说的隐私了 好,这是我女儿家 那我点这里 哦,加入 然后再传上去 诶,在传送哦 有看到叮叮咚咚咚吗 所以呢 你现在不知道你在你家 就可以把照片传给我 哦,一大堆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吧 12个 从哪里看呢 从右上角这里可以看到 大家交的作业的情形 那我把声音弄小声一点点 来,我再传一次哦 老师这次我想现场拍 老师你也看一下我的上个环境 我现在在学校,来来来,点上传 然后呢,马上拍一张 然后呢,马上拍一张 老师有看到照片吗 这是我现在上个环境 点一下 然后再点,就传送中 就传出去啦 就传出去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